利比亚外交部长摩萨·库萨抵达英国 宣布他将脱离卡扎菲政府 而利比亚政府则否认这位官员叛逃的消息 下面请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英国官员星期三说 库萨按照自己的意愿从突尼斯抵达伦敦 表示他将辞去他的职务 英国敦促卡扎菲的其他支持者也应该抛弃卡扎菲 利比亚的一位政府发言人 否认利比亚外交部长已经叛逃 表示他前往英国是为了一项外交使命 与此同时白宫重申 还没有就提供武器给利比亚反政府武装的问题 做出决定 白宫发言人卡尼说 援助反对派这一范围更为广泛的问题 是我们正在仔细斟酌的考量之一 我们正在同反对派协调 寻找途径既能够帮助他们 又不至于使这种援助具有危险性 随着时局的发展 我们将考虑其他援助的可能性 星期三有报道说 奥巴马总统已经批准了一项秘密授权 向利比亚反政府武装提供秘密支援 据纽约时报报道 美国中央情报局派遣数目不详的特工人员 进入利比亚收集情报 并与反卡扎菲武装进行接触 利比亚反对派发言人盖里亚尼 拒绝证实与美国的接触 他说 我们知道一位美国特使已经抵达 但是我不能证实或否认 他是否在这里 星期三 终于卡扎菲的军队把反政府武装赶出了 他们几天前占领的一些重要沿海城市 扭转了自国际空袭开始以来 对反对派的有力战局 利比亚反政府武装在战略地位重要的石油城镇 拉斯纳鲁夫和布列加周围地区的激烈战斗中撤退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